剛剛有說到這個美國國旗 想要用美國製造的 但是我們現在想要問一下這個蔡博士 美國到底製造了什麼 結果製造了一大堆的債務 昨天英國宣告破產了 今天換美國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美國財政部公佈了最新的數據顯示 截至26號為止 他們公債已經達到了 35兆美元關卡了 來看一下 2023年6月份32兆 9月份突破了33兆美元 到了這個2024年1月份 公債規模突破了34兆美元大關 然後現在是7月嘛 已經來到了35兆美元了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直接說了大白話 他說美國正在走向破產 蔡博士您怎麼樣看 英國不會破產啊 那是因為工黨政府 為了要推責任給保守黨說 你看我們英國都是破產了啊 那意思叫以後工黨做得不好 你不能怪我啊 怪保守黨 都是保守黨 欠下了龐大的債務 而且次次將近8400億 那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啊 那個距離破產還早 這個東西不能看說 每一個人要負擔多少負債 經濟學上不是這樣看 是看說你這個負債跟GDP的比例 到底是多少 也就是你一年賺的錢就是GDP 要幾年才還得完 美國現在負債34兆 或者35兆 但是他的GDP也將近25兆 所以比例是在130到135這個中間 也就是負債比這個GDP多了30幾個% 多不多不多 不多 真的不多 為什麼 有一個國家比美國還高 新加坡 沒想到吧 新加坡負債比例是160 有人覺得新加坡會破產嗎 沒有啊 對不對 你說新加坡小國家 那我們再比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國家 日本多少 210 日本的政府的負債是他的GDP的兩倍 還多耶 那比美國的還多啊 那好 中國大陸算財政比較健全 也是110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負債比例對於這個東西 不能很簡單的推論 那有時候要從市場的反應 如果負債高 高到某種程度 他利息壓不下來 比如說 現在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要降息 現在他的利息大概在4%到5%中間 我說我要降息 壓不下來 而且還彈回去 那如果已經到了7%的邊緣 那就可能破產 就表示說 我這個公債 要賣到7%以上 才有人會買 這表示你已經快被垃圾債券了 像以前歐租5國有沒有 那個債券都到10%了 還好解決了 要不然的話那個是會破產的 他以美國這個狀況 雖然大家會用比較誇張的語言 去關心這個問題 美國會搞國債中啊 為什麼我們不像德國 那個負債比例只有50幾個% 因為德國是少數那種非常財政 非常節約的國家 英國也不防多浪啊 120幾啊 你以為法國也是啊 所以各國各國情形不太一樣 但是要看是不是 這個病症已經到了發燒的地步 就看他的利息壓不下來 國債利息如果票過7% 就表示他的債務會用 加倍的速度在成長 以前美國這個東西 當然是會緊張啊對不對 然後有很多很憂慮啊 但是這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 善可啦 善可 好 如果說像蔡博士說的 這個美國的問題 還不算很嚴重的話 那麼接下來我想問亮哥的是 美國到底為什麼不還給台灣軍購款呢 審計部指出了到去年底為止 國防部執行中軍購案已經結會的 已經結會的合約終止 準備已經有7億多 7億9千多萬美元 算起來大概是新台幣244億元 滯留美方 那國防部現在按照審計部的要求 說希望讓美方用銀行擔保信用樁的方式 來取代高額的現金滯留美國 但是呢 好像美國都不想還 然後用一些技術指導 來做抵債 提供一些服務給台灣 有這樣子的嗎 不然你要跟誰買 這個審計部這個是做他該做的工作 沒有錯啦 那國防部就給他回說不可抗力因素 不然你去要看 沒人敢要 不是啊 沒有人要的到嘛 那你去哪一個國家買武器你告訴我嘛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檢察院該做工作是沒錯啦 對啊 可是這個是政治問題啊 這個不是法律問題啦 他能夠追究的是國防部的法律責任啊 可是這個根本不是法律問題啊 這是政治問題啊 如果說美方都用 譬如說他現在還有這個200多億新台幣 滯留在那美方都是說 好我提供你一些技術服務 我提供派駐人員來台協助 然後做這個抵銷 那這個金額不是隨他喊嗎 因為人員服務費是每個人喊出來的價格都不一樣啊 你說一千塊也可以 我說一千萬也可以嘛 不然你看你可以去哪裡買得到啊 這軍售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啦 是政治問題啦 對啊 所以這個美國搞不好連回答都不回答你啊 不然川普要保護費你去跟他談談看啊 你說你不要付啊 那你看你會怎樣嘛 蔡博士這問題是無解對不對 不是無解 他沒有加碼在你再繳錢就已經不錯啦 然後阿良哥講對啊 什麼軍購 你的千塊保護費都還沒給 這筆錢先扣下來 要不然武器再錢再來 你也沒話講啊 台灣在這方面跟美國談判是絕對弱勢 要予起予求啊 以前蔡英文不是告訴我們嗎 我們只要吃萊克多巴胺的瘦肉精的豬肉 我們就可以參加什麼經貿組織啊 跟美國簽什麼FTA啊等等 他都騙誰啊 有沒有 他現在才用兩手拍一拍走啦 我們什麼也沒拿到 我們造詩組了 CBTPP也沒參加啊 騙過就算了 我們知道不可能嘛 跟民進黨講的活神活現 你叫那些立法會在這講一遍給大家聽啊 這個是一個很高層次的現實 而且我們無能為力 那個錢美國早就花掉啦 他已經賣兄弟茶啦 你怎麼樣對不對 他現在不是弄一筆錢 你整吳克蘭嗎 走轉一下你又怎麼樣 他到時候還過來罵你 你急什麼 你現在還沒有馬上要戰爭 難道要叫中國大陸打你嗎 小習近平講了說 美國要設個陷阱 讓他來打台灣 所以這個談到錢的問題 坦白講沒辦法跟美國談 真的沒辦法 台灣是束手無策的 接下來呢 李大中老師我想請教你的 是有關於這個印度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到印度跟俄羅斯 因為舉辦了這個雙邊會晤 主要要討論一下貿易的問題 所以說他們現在要擴大貿易合作 結果呢就引起美國的不滿了 因為跟美國的計畫背道而馳 所以現在呢 美國財政部警告印度銀行說 欸華盛頓可能會對你們實施制裁 但是我們來看到一邊說要制裁 但是另外一邊也要來做會談 因為呢 這個是美日印澳的外長會 29號已經在東京舉行了 當然這當中呢 也是見指中國大陸 出現對中國大陸的擔憂 聲明明確寫入了 嚴重關切東海跟南海的局勢 強烈反對任何試圖 透過武力或脅迫手段 改變現狀的單方面活動 好大陸對此呢 則是強烈的回擊 這個是外交部犯人林健有說 你就是在製造緊張 在煽動對立對抗 好但是呢 這個印度外長也有特別提到 他說呢其實 排除由第三方調停解決 印中邊境爭端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你印度對自己還很有自信 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 不用靠其他國家來解決嗎 我覺得印度會把自己還是視為 是個區域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大股 就是說 當然對美國來說 這個最理想狀況是 不管是對中國 對俄羅斯 基本上都能把印度能夠拉攏 但很明顯印度還是有自己的考量 就算是中印關係在這幾年 因為邊界問題沒有辦法真正獲得解決 但是印度也沒有完完全全 按照美國所設想的 比如說美日零澳這個Quad 它是個比較鬆散的機制 或是一種比較多邊的安排 但是它是個抗中聯盟嗎 對印度自己的解讀 可能它並不是這樣看 那對俄羅斯更是如此 從俄羅斯戰爭爆發到現在 美國的如意算盤是還是要把印度收攏 所有的制裁還有對俄羅斯的譴責 但印度這兩年多來作為非常非常明顯 7月份不是莫迪才去俄羅斯訪問 而且剛好是北約的華府峰會 我們可以看到他還跟普廷有個重大的擁抱 所以因而關係不是一天兩天很久 所以俄羅斯戰爭爆發到現在 能源問題上其實印度 其實完全是違背美國所期待 但是印度外交很彈性 我剛看到一個新聞 7月份訪問俄羅斯 但好像8月份他訪問烏克蘭 莫迪 這就是印度獨立自主外交政策 以極大化自我的國家利益為最大的考量 所以這都是後面很複雜的因素 好 接下來想請亮哥來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中飛之間在這個南海的衝突 做了一次補給之後 現在菲律賓是不是覺得說自己有底氣了呢 因為現在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是 告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美國防長奧斯汀說 為了確保菲律賓跟中國海上緊張的 靈活回應 因此呢 美飛之間有必要定期接觸 好 所以奧斯汀宣布要向菲律賓提供 總值5億美元的軍事資金 用於菲律賓的海軍裝備改善 還有建設菲律賓的美軍基地 這個兩回事了 因為它跟美國本來就有共同防禦條約 對 所以美國對它是有義務的 那美國在菲律賓有9個基地 所以強化防務5億美元 5億美元不算多 有9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跟 它跟中國有沒有靈活處理 仁愛交那兩回事 你怎麼樣看 但是這個菲律賓 它現在又說要定期接觸 才能夠做靈活 本來就有共同防禦條約 為什麼不能定期接觸 所以這個不稀奇 而且它就兩手一攤說我沒錢 是你美國要基地 不是我要你來 所以美國本來就要出錢 這個跟美日美韓是不一樣的 因為日本跟韓國有一定的預算 那美國會要 日本韓國要多出一點 那菲律賓是兩手一攤 根本什麼都沒有 是你要用我的地方 所以美國本來就該出錢 這個並不稀奇 你覺得以現在的態勢來看 還會有下一次的補給嗎 百分之百 還會有 我就看中國要不要拖那個船走 中國大陸現在並沒有這個打算 所以重點是中國沒有這個心思 所以如果只是水跟糧食 然後大家有打造面 那我覺得對中國也無所謂 已經25年了 那急於什麼 對不對 也不在於讓它再繼續補給 不急了 不急了 因為已經25年了 好接下來我想請蔡博士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美國國會的國防戰略委員會 29號審查2022年的美國國防戰略 並且發表了報告 認為說美國現在國防戰略過時了 軍隊結構不合理 美國工業基礎嚴重不足 沒有辦法同時應對來自於俄羅斯 還有中國大陸的雙重威脅 因此已經建議了 要向美國人民發出戰鬥號令 為可能爆發的戰爭全民來做動員 並且呼籲建立多戰區的部隊建設 這個部分您怎麼樣解讀 他不是每年都這樣講嗎 這好像我聽起來沒什麼心意啊 你說要向美國人民發出戰鬥號令 發 怎麼發 要徵集徵兵令嗎 還是什麼 還提高稅金 還是要什麼建立更多的軍隊 還是國防預算要更高一點 我不曉得他發什麼戰鬥號令 這些我看法比較簡單 因為11月份就要選舉了 這些眾議員 參議員也很多人都要參選 總該做點成績當 但講的這個東西都無法治療 你說美國工業基礎嚴重不足 是這樣 你看得是嗎 不是啊 你不是科技工業很強嗎 可是你其他的很多的重工業 連砲彈都無法供應烏克蘭購啊 那你怎麼辦 你現在做得出來嗎 你也做不出來 所以要拜託日本做不是嗎 拜託韓國做 再來 你的國防戰略過時 全世界每一年都要修改國防戰略 就是你美國嘛 對不對 國防授權法啦 明天什麼法案 一大堆演化撩亂 光涉台法案就一堆 更不用講美國的這些奇奇怪怪的國防法案 美國很多議員動不動提一個 都沒提一個 你看美國國會堆成一堆 怎麼阿亮這番都放不完 每個議員都要政績 對嘛 這個也佔了他給戰略 一下以色 一下烏克蘭 一下非洲 南美洲或花樣都很 你像美國國防部怎麼辦 美國國防部錢就這麼有限啊 而且美國的軍人又很貴啊 然後美國的武器又很貴啊 他巧婦然為五米之吹嘛 光海軍的艦艇都無法換新啊 那你說我軍隊結構合不合理 這個他哪是答得出來 有錢就會結構很合理啦 沒有錢結構就不合理 你覺得菲律賓不想結構很合理嗎 就是沒錢 光五億美元就見錢也開 開心得不得了啊 這個冰凍三尺非日之含 他想說我美國很強大 強大到我站在太平洋 中國不敢怎麼樣 我站在大西洋波羅地海 俄羅斯不敢怎麼樣 沒那個條件嘛 對 所以連那個什麼 那個印度那種海底撈的東西 你也把他拉來臭臭熱鬧 所以美國的窘境是有 但你還怎麼會想到 多戰區的部隊建設 大西洋一個戰區 印度蘭一個戰區 太平洋一個戰區 你打得完啊 美國要不要轉掉腦筋 做和平的締造者吧 而不是做戰爭的威脅者 那一套已經行不通了吧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